猜猜我们现在来哪儿了 我们一早上下来就出发了 现在已经到达意大利的都林 从这儿可以看到那个山顶 这个位置 那也就是苏佩伦加大豆腾 我们现在正往都林老城区 因为公寓是在都林的老城里 然后他们这个禁区特别逗 是早上起来7点半到 2点中 对 但是早上起来7点半到10点半茶 然后过了这个点就不查了 古语都林好像大家知道最多的就是 那个自由队尤文图斯 对 尤文图斯就在这边 看这就是都林的小黄车 这个坐这个车可以直接到山顶教堂 我们要进这个罗马石柱的门了 其实都林老城真的挺漂亮的 这很多那个遗址很老的建筑非常多 整个都林都是一个这个罗马人建成的城 横平树枝 可以在城市中看这个尖塔 这是都林最有名的建筑 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了 我们现在到埃及博物馆了 待会下午过来看一眼 听说就是仅次于开罗 比大英博物馆的草米还多 5300多家 这是都林 特别像巴黎 是不是有这感觉 超级像巴黎的感觉 我们到这家餐厅了 再来吃这个三角 你看那三角 有牛舌的 然后有什么茄子的 还有什么各种水牛奶酪的 这种的也挺多的 特别多特别多 还有牛肉的 这是牛肉的一个炸的一个口开的 有点像西班牙那个 很好吃 牛肉太香了 反正差不多这玩意儿了 就一个5块钱 土豆和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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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另一个肉 好的 谢谢 因为来太晚了 所以只能吃小吃了 但是这个小吃太惊艳了 因为这是罗马的羊鸡花三角 是酥醋的 然后这是牛肉 这是肉球的 牛肉球的 然后这是生的香肠 然后里面配的是一种特殊的奶酪 是当地只有的 然后这是绿酱 绿酱牛舌 这是牛舌的耶 你看它其实很小 这东西家里的小三角 嗯 脆脆的 口味怎么样 很好 真的很好吃 它什么感觉 比如找到了在马拉加吃小吃的感觉 酥脆 特别酥脆 然后里面你看面很大 其实面特别少 有点点面 其实我觉得全世界比较能善于做面食的西方国家当中 意大利算是一个 尤其这环境 更好 我拿这个 是这个类似于塔塔生牛肉 然后里面加了一个生鸡蛋 我跟你说 那个感觉吧 绝了 你们脑补吧 如果你们能吃 如果你们能吃生的呢 那肯定是觉得这个还不错 然后就相当于把正常吃的它牛肉的面包 然后裹在了一起和那个食物裹在了一起的感觉 还行 总体来讲的话味道不错 挺新颖的 你看这是牛舌的牛舌绿酱 然后这个是阳脊光 香了香了 它这个是烤过了呢 很好吃 拿那个橄榄油炒过了 它会去香 又酥又脆 就是美呀 这就是那个卡里利亚诺宫 这些宫殿就是在周一的时候全部都关门 埃及博物馆 各大宫殿 然后它还有行宫 还有各种宫 所以它这里面宫殿特别多是因为 它本身就是萨佛伊王朝 统一意大利以后的第一个首都 然后这个地儿呢 是以前古罗马人建的 整个城市全部都是直的 类似于条桥大路通罗马 橫平树直 没有一个弯道 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都领 千万别住一来 住一来基本就是饭也吃不上 然后博物馆也看不到 这边的建筑风格的其实很多都是仿那个法国巴黎的 当年它那个王宫也是按照凡尔赛宫而修建的 所以它里面特别的富丽堂皇 今天可惜了没法给大家拍 这个太震撼太漂亮了 看这个角度 哇哦 能看出当年的王朝是多么的牛 萨佛伊王朝 阿洛克式的博物馆 这是特别漂亮 你看它墙上面都黄掉 这意大利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神奇 所有的东西都是老的 建筑物是老的 墙是老的 地是老的 然后呢钱是老的 更可怕的一点什么 连流氓都是老的 你们可以看看第一部教父 那拍摄的年代和时间相当的久远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 随处可见的到处都是那种 不同的让你得到那种 以前的追溯往昔的那种的回忆 特别nice 特别棒 摁了个去啊 摁了个去啊 美的翻套了 太漂亮了 我们到妇人宫了 这妇人宫是博物馆 我们的公寓就在这里面 特别近 而且我们车就停在这个广场底下了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就黄金位置 我们终于赶了一个开门的 就是这博物馆 妇人宫 这底下都是古迹啊 底下全是遗址 佛马人遗址建的博物馆 真的是啊 此处以前设为古罗马的城楼 底下是古罗马城门 14世纪初 萨克伊王朝在此 修建成了 15世纪重修 现在基本上就是15世纪的愿望 但是挺震撼的 就是意大利人能为了保护古迹 能让他起到展览的作用 能把它修缠成这个样子 在上面做一个完整的玻璃栈道 这个以前古罗马的城门所探出 所以他肯定 这好像说是保存最好的玻璃栈道 看看这些木雕 太精湛了 你知道都灵是特别有名的 耶稣的果实布放在了都灵大教堂里 所以这是知罪 只有独林有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的一个 独林还是魔法之都 白魔法黑魔法 对交界处 它一个白魔法三角的一个交界处 然后它这块有很多灵异的传说 然后还有你知道它有个门 是地狱之门还有地狱之眼 这边的题材虽然有些宗教 但是从艺术造诣上来讲的话 真的是完美不祥 乌与伦比的这种震撼的美 有机会你们亲临现场到这个博物馆来看看 你看看 非常非常漂亮 还真好 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起当时我在罗马 给你点一个凯夏沙拉 人家跟我说 你说嘛 这是光果 看里边有没有人 这点奇怪啊 大家没有懂的 为什么中间还弄一个洞呢 太美了吧 这是不是正和郑先生带过来的 分彩 没准是正和郑先生带过来的 然后其中下来不能穿圆 然后再 在今天的马六甲 我还有一部分 继续帮我住 你们看完真的以后 再以后去二热商店 你们在淘宝贝的时候就不迷路了 这些都是罗马金币 看全部都是水 彩羊 罗马金币 背雕 这个背雕了 而且这印章 好多是印章 就这种时候 它是印完 有一印就是你的印章 所以这个还挺好的 所以印章戒指超漂亮的 看来山里娃喜欢这个东西吧 几百年前本地人也喜欢啊 对啊 就我喜欢的 珊瑚的那个 薛珠 看来喜欢珊瑚 不是光丹亚洲 对啊 都是巴勒克什的工地 特别像法尔山的 整个天秤都有一块 特别像法尔山的工地 哇塞 简简单单的是有钱 是完全做不到这样的 必须在地方的政治当中 有这相当高的统治力 和领导力的人 才可能会做到这样的程度 你看这是枪 是水晶的枪 看这边的这种大历史工业 意大利真的是有名 当然夫人宫里面的 那无疑是精品中的精品 真的每走一步都是尘封的历史 到达了顶端 可以俯瞰都灵这个城市 太美了 这个就是天堂 85层的可以上去 都灵的顶端 苏佩尔加大教堂 那叫三点 苏佩尔加 这个就是主教教堂 都灵主教教堂 我们先去办理制度住了 我们稍晚见 我们这公寓我进来了 这公寓我没想到是两位粮食 好好 我没想真的没想到 应该它也是意大利式的洗屁屁的盆 然后看都很新很鲜蛋 然后它竟然是两间房的 它应该其实还有一个床 这是一个屋 但是这个屋没有独立厕所 是不算一个套间 但它有一个分开的厕所 等于它是两位粮食 这边前面就是夫人宫那个广场 整个就是在最核心的位置 然后这是另外一间房 这间房是个套房 还有衣柜 然后有电视 这个套间的卫生间 也非常好 然后同时呢 这有一个就餐区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厨房 它配备非常的齐全 这就是冰箱 烤箱 然后全部都有的一个厨房 咖啡机也配 你知道我们这个才多少钱一晚 这还在一个阳台 我们两边都可以通过来 可以在外面用餐 都里很多的公寓都是这样内景的 就里面会有一个内部的花园 通透的 才178一晚上啊 是超便宜的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 这个预算在对我来说 不可能听到这么好的公寓 没想到这个公寓这么的赞 太出乎意料了 我们的公寓往前走200米 就是卡斯特罗中心广场 然后楼下有一个非常好的咖啡厅 然后喝咖啡 看它这种奶油的 好想吃啊 哇塞 太好了吧 哇 这个好可爱 这是个西服 其实意大利最有名的巧克力 就是那个真子巧克力啊 就是真子 各种真子的 哇 这是西服达里的 全是蓝领的 什么意思 这个是 哦 这个是白巧克力 试一试我们 白巧克力的 白巧克力奶汁花 白巧克力 这个据说是 这边的 真子巧克力的特色 布林就是意大利的巧克力之东 是专门做真子巧克力的 瑞士来的 我感觉好像就那么回事吧 你少来啊 你点的你得吃了 啊 这不是我点的 我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而已 我并没有想吃 这是你点的你少来 我只想吃那泡芙 后边的那三球才是我的 那泡芙是我的 那泡芙是我的 哇 这泡芙好可爱 耶 这是我最想吃的 对这种奶油的东西好像抗拒不了 最喜欢吃的就是再奶油 怎么样 真好吃 你家就像小时候在北京吃那老沫蛋糕 那个奶油味 是吧 又凉然后又香 特别好 这个尝尝啊 然后这上面是个皮 这里边是什么 嗯 这是巧克力的 真子 特别甜 甜到不行 尝一下这个 哎 哎 这一定好吃 这一定好吃 一定好吃 哦 这真的是真的巧克力 就是 就是废列的我大板 哎嘛 这一路人一走 到处都是博物馆 东方艺术博物馆 就 在都陵的这种小街小巷里边 到处都充满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建筑 浮雕 哎呀真的美轮美奂 又如眼帘的这个建筑感觉 有点美的 不要脸了 太漂亮了 小脸吧 就走背这家 这就是你250年的咖啡厅 260年历史的咖啡厅 这个咖啡厅叫Bitch林 1763年的260年历史不止了 他这个屋里的布局 大理石 红丝龙的椅子 都有年轻的象征 有卖这种1922年产的点心 这真子的各种巧克力 这是他们家的商店 他们家卖的各种巧克力豆 这就是当地最有缘的那个 巧克力真子巧克力 你们要来都灵可以买点这个 这个巧克力也可以送你 我买了一包 里面是咖啡豆的一包是皮尔蒙特大 真子的巧克力豆 我特爱吃这个 已经点好了 我点了个冰窑咖啡 都灵这个地方居然所有人的法语这么好 真的也奇了怪了 今天餐厅餐厅会说法语 然后咖啡厅咖啡厅会说法语 还挺厉害的 还都有法语菜单 对啊 难道我们这是法国人常来的点 有可能可以法国接上缘故吧 有可能 有一个特色的咖啡 就是热巧克力加咖啡再加cream 就是这三种加起来就很甜的 完了完了 我跟你说这1763年的店没水翻车了 不是笑死了 刚才你点了一杯 你说要一杯大咖啡都是好的 然后还是来这么小一个给了一壶热水 给了一壶热水 就不能多给点吗 这么省水 我现在对意大利的甜点不抱有太大希望 忙了一下这个 然后里面加咖啡豆的 跟我们家门口的咖啡厂做的差远了 人家那个好香好香 咖啡也香 然后巧克力也香 咖啡咖啡 冰尿咖啡 这是不含糖的 o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perfect 这就像我奶奶时代做的甜品 这个真的像家里自己做的 这个就是从面向上讲还可以 挺好 不一吃了就悬了 估计要特别饿的话应该也是 咖啡还可以 真的奶油 你看这山里巴 哎 太贼 怎么了 就拿那一点点 我害怕太难吃 是不是好吃的已经冒泡了 不错吧 还真不甜说句话 真 这个还真是今天目前为止吃过最好吃的甜点 真的味不甜 完美 可以 这百年老店你们看了这是干嘛的 这应该是装那个 后边盛那个糖果的 那些糖果要完以后然后直接放这上面 直接放糖果 直接放糖果 成了 nice nice thank you guys and me 一共是27块一毛 百年老店 加着百年的建筑 那些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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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圣武神位朝圣所 然后旁边这个塔 你看像不像那个波罗尼亚的人 那些糖果 特别像波罗尼亚的高达 日月同灰辣 我发现 那些大理石 他们家人果真是产地 啥都用大理石 刚刚那个对面 走着你叫他们都用红色大理石 太漂亮了 关键是咱要说但凡没有很硬的身板子 谁家买得起一个大理石的桌子 人家遍地都是 遍地都是 真的 真闹心 真小餐馆 然后这家村庭呢 就是靠近那个 罗尼亚那个 就是进城的那个 老城墙那个门 然后我们今天点了一个 这十匹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当地产的 就是 意大利的国家的国 国酒 对 他就是这产的 所以一定要尝一尝 这个鸡尾酒 这瓶子特别像咱们那个 这瓶子特别像咱们那个 禁酒那瓶子 对 有点像那小二 对对对对 来一瓶 来一瓶 自己搭一杯 鸡尾酒 他配好的啤酒 然后再加上这个 再加上意大利的国家的国酒 完美 太好了 够劲 这一杯会倒的 这一杯三杯倒的 嗯 没有一个蒸子 奶油的 泡河 然后还搁了两个奶酪 这是奶酪 这是面包 上面一块 奥帅 有一块那个凤尾鱼 头盘 这是那个微淡了东内 就是意大利小牛肉 皮尔蒙特特色 这是小牛肉版的 然后这个是凤尾鱼 因为意大利人只吃凤尾鱼 而法国人只是沙丁鱼 这套菜就是凤尾鱼配这个绿酱 然后这个是俄罗斯沙拉配鸡腔鱼 俄罗斯沙拉 好吃 口道的 特别清淡 特别好吃 点了一个 点了一个经典 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这个 哎这没准里边内餐选机 这得切开看 我们切开看 我们切开看 慢点切 那边应该有馅儿吧 这不像是包子吗 然后这个牛脸肉 您的炖牛肉来了 这就是牛脸 应该是玉米 其实皮尔蒙特菜有点重 北方菜都要上 美食 因为都是阿尔维斯山山区 这是洋葱 因为洋葱配香肠 配香肠 还真不难吃 里面蘑菇 牛干绝 这是皮尔蒙特的牛肉面 咱们尝尝跟罗马怎么样 里面肉的配配 他这还的牛肉面还真挺香的 他这肉沫那种 香气特别香 跟罗马的不一个味 但这个也挺香的 说实话真挺好吃 挺nice 这有牛肉面可以 推荐 我们吃饱喝足了 现在溜着弯回去酒店 早上起来的都里出发了 现在去奥特莱斯 这是我们现在要过波河 沿着波河走 然后这是上帝之母教堂 山顶是一个天主教堂 我们现在沿着这波河 这就是都陵 它两条河被两条河围着 一个是波河 一个是朵拉河 挺漂亮 它建筑都有点像巴黎的那种感觉 哇 这住的很漂亮 费拉里斯电子学院 都陵开过冬奥会 好像就前几年吧 刚开完冬奥会 所以城市建设还是挺好的 其实 它有一点复古 然后新城又比较新 总体来说都陵这个城市 吃吧就是有点太靠近瑞士了 就是它属于北方嘛 意大利的北方 所以在吃的话没什么太多选择 大部分都是面呀 土豆啊 然后奶酪呀 所以我们今天来奥莱 主要是买这个床上用具 然后 这个品牌 这个牌子 意大利的 特别便宜 然后在 尤其是在这奥莱 你们要来的话 就来米兰这个奥莱 买这个牌子特别便宜 中国特别贵 这个床的 然后这边你看 它是打4360% 然后还有一个颜色冬季的 它现在才180块钱 再打50% 一套啊 这背套自从2米6的背套 加两个整套 总共是180块钱 然后你再推了意大利的税 对啊 这个牌子香 然后又香 然后我们买的多 然后再杠上次发 再给我们打50% 如果你买的多的话 我跟你说什么叫买的多 这些全部 这奥特莱斯 他们家也有 Lora Piana 什么的都有 什么牌子都有 反正你们要来挺大 这个奥莱斯还不错 这是大门 这边很大 好几个区域 而且你们买了多了 它就送这个 带吃喝的卡 你们就可以去它这个 就像机场似的 guest lounge去享受一下 我们就拿了三张 可以随便进的这种 这花了钱了 这就跟飞机头脑舱似的 你们看看 这边的餐厅什么都有 其实我就喜欢这种 意大利的这种面皮 尤其这个Forgata 这个是我做的 加点干脸油 就这个东西 现在吧 我买这个 我买这个 你说贵吧也不贵 你说便宜吧也不便宜 你说它便宜吗 7块3这个在城里面 不是傲来的话呢 能吃一张了 这就是吃一盐 所以说你说它这个 但是种类呢 确实又丰富 确实不错 价格可以 还算可以吧